请收看维新世界王蝉老祖玄妙真经 网络新世界王蝉老祖玄妙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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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事情6月6日到昆仑山 让我领雇了一花开午夜 等于一山昆仑山有五条稻荒脉 这个也在这里顺便讲给各位了解到地球上 出了这么多圣人 尤其在最感到最奇怪的 在2500年那时候出了 释迦摩尼 孔子 老子 而且鬼谷先师 鬼谷子 这些圣人那么多 春秋战国那么乱的时候 竟然有一位鬼谷先师 鬼谷子 就王蝉 王蝉 他的智慧一统天下 所以这个古圣先贤以来 在地球上来到世间 他有那么大的智慧 必有他的很深的道理 所以各位贤士同修 我才发觉说 一经与风水学 风水的真理 确实是很深奥的 好的 我们继续再来讲下去 诞生 诞道 皆穷心 尽兴就玄妙之尊全 穷心 各位贤士同修 我们要研究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智慧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一定要用尽我们的心力 回顾在七十四年的时候 我要了解经中所写的 阿弥陀佛 极六世界 是真是假 所以我就依照皇陈老祖开示 观世音菩萨 慈悲 指点 一心念佛 静下去排除一切万难 一心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念到 念而无念 浑然忘我的时候 才见到希望极六世界 我以前讲得很清楚了 不再重复 所以你要修行 一定要用心 依法用心去修 你若是只是 一般 你这边看一看就搬过来 那边学一学就搬过来 你不用自己的心 全心全意 进入自己的心中去修行的时候 确实是很难 见到本来的面目 也很难体会到 这个修行里面的真实意 曾经有一位老先生 我在我们现活室 在那个如来园 那时候还在 弃这个石头 要供奉五百尊主 五百罗汉 那一位老先生 他到全国室来 在那边 一边走 随便穿着 看着老先生 也不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人 不知道哪里来的 来着那边 你是张老师 我是 请指教 以后指教 你用尽心学 你要把这个 五百尊主 五百罗汉 要把它堆砌起来 要把它建起来 不是啊 你怎么知道 有人告诉我 我请问你哪里来 你不要问我哪里来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石头 而且都平平的 那时候我突然间 我不知道怎么去 答复他 后来 哦 那个石头 就在大雄宝殿 这里挖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一个 前路参堂 当时呢 好 我要建这个五百尊主 五百罗汉 这个庭园 这个点啊 哦 我想这办法 要去找石头 王臣老祖 开市 大雄宝殿 右边这里 就有了 这边挖下来 就有石头了 就有那个座 可以 哎 我奇怪 好了 就这块地 买了之后 我就开始挖 挖下去 没有多深 石头一个一个地排出来 都是 下面 慌慌症症症的 哦 一直挖 挖了好多 好高兴 所以就挖到那边去了 你今天运动了吗 那一位老先生 哎呀 你的真是很用心 你穷用尽心机 穷尽心力 哦 他不能说用尽心机 这句话我听得很不舒服 用尽心机 一般讲心机 就是很不好的想法 事实上心机不是坏事 就是坏的念头 才恐怖 心机 就是我们心 本来就具足的智慧 根源 是用穷尽心机啊 哦 我试啊 在那边挖的啦 哦 大熊宝殿的 那我问了说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哦 王产老祖开示我 哦 这么挖就有嘛 哦 这一位老先生哈哈大笑 哎呀 五百罗汉啦 五百尊主 五百众生相 都有一个佛心 他活起来 那时候 中间最尊佛 我就已经供好了 这会合掌 五百罗汉 五百尊主 五百众生相 哦 他就合掌 拜拜 哦 我就没有理这位老先生啊 好 我就继续 吊车 在那吊石头 哦 一直在指挥 哦 在指挥 他怎么怎么吊 怎么排 张院长也在旁边 哦 在那边怎么排 哎 那我来想到 这个是人啊 这个老头子是谁啊 哦 这很奇怪 我要找他 没有 找不到人 这个老头子 看了走路不很快 不到两三分钟 竟然找不到人 我就跑到 迷头讲堂这边来 也没有 我就毛毛的 哦 还是 很毛毛的 毛毛了 那吴威 这个就是 好像是 五百罗汉 然后过了几天 五百罗汉的石头啊 雕像啊 就再来了 再来了 就 一直一直的 把它 对好 把它 安好 其中有一针 那么形状 我看了就像那一位 阿公啊 那个就是这个画的 这个五百罗汉 我真找手画的 来考 也是来 给我一个勉励 你穷尽 心机啊 穷尽 心力 那么和 穷心 尽静 应该是一样 所以各位啊 我们要做这种一件事情 就印证到 愿大 力就大 我们 不要随随便便 有退到的心 你没有 尽心尽力 人家讲两句话 你就退到 哎呀 真的很可怜 中午用餐的时候 我在跟你们 师兄 在谈 我们好多师兄 晚上他们都做梦 就淹平法师 不如说早上 出信班 同休 他们在发表论文的时候 谈到说 本来想退到 晚上呢 梦到师父 去了 把这个法无拿来丢给他 本来他要退到了 再丢给他 吼 吓了一笑 起来了 就 继续再来读 那不是师父 师父还不会啦 那是他退到的心 他的上古人心还在啊 你说是以现代的人心啊 哎呀 你对我怎么样 我就不爽 还有我们一位师兄 他也是十二届楼 他有一天告诉我 说师父啊 奇怪 有一天 我也跟同修来 都看我不爽 我也看他不爽 所以我们就 我就不想读了 不想读 晚上我就梦到 你来看我 哪个棍子呢 脚要把我抬起来 跳起来挨起来 结果一直坚困 就整形起来 太太在旁边说 你还啥 哦 师父 然后棍子把我的脚要把我打断 摸摸 脚没挡 哦 原来就要退到嘛 就不敢退到了 就剧毒啊 所以各位 我们每一件事情 你要穷心尽性 你要找原因 你为什么 人家看你不爽 你为什么看人家不齐言 为什么会有各种各种的恩恩怨恋 老主也没有得罪你啊 书也没有得罪你啊 你来读书 你来学义经 你来练佛 来修道 是你的事耶 是你列祖 列宗 祖先 祖灵的 共同 本愿耶 不是 你跟 同修之间耶 同修之间 又不是你的祖先 所以我们 维新圣教的 法文的同修们 我们除了用义经告诉各位 趋吉吉 避击 避击之外 还是要修行 要往心里面来寻找我们的根源 这个事也是叫我们要重新进行 碰到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要用心 今天想没有两天也要想 两天想没有三天要想 静静的去观 很客观的来看 所以让我想到 七十多年 一月十五日三块钱 起家行道 普卦 走到今天来 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岁月 从来也不敢说 有今天 大家结了这么多的法源 从来也不敢想说 王山老祖 太上老君 诸佛菩萨 会给我们 给这个法文 给我这么多的 催念 磨炼 磨磨考考 但是磨磨考考 不要随便被考倒 你被考倒了 不是别人把你考倒 是自己考倒自己 自己考倒自己 最可怜 最可悲 所以王山老祖出生 他的考验 很慈悲 但是还有一位 更慈悲的 我们的大天尊 就是姚子金母 大天尊 姚子金母 最慈悲 他都希望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也都希望 自己的 来到世间的 众生 子女们 能够回到 姚池 去共享 攀陶圣会 龙法圣会 这个讲起来 是很慈悲 讲起来 很简单 但是各位想一想 姚池在哪里 好遥远的天尺啊 那么姚池在哪里 在天的一边 那么在台湾 也有姚池 阿里山顶上也有一个天尺 那是有为华 梦幻泡源的地方 在中国 天山 诗路 也有 诗路 也有姚池 也有天尺 那是后来 人 把它堆积起来 一个池 但是 真正的天尺 还有一个 在 昆仑山上 一个 天尺 也是很高的天尺 那也是后来 有为华 世间的有为华 梦幻泡源 那 也不是我们真正 要回归的天尺 是在空界 遥迟 就是清静的地方 我们的灵性的信徒 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 在国立106年4月6日至4月 那么怎么回到姚鼠呢 你就务必修王产老祖的庙法 太上道祖给我们 以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聚集 自治 开示我们 所以我们凡事 要穷心尽性 什么性 人有人性 佛有佛性 动物有动物性 鬼有鬼性 神有神性 乌有乌性 虽万性 各种不同的性 一个更简单 王产老祖是个开示我们 就是我们的命卦 八八六十四卦 每个人都有一个命卦 每个命卦 有他的卦性 所以我们这次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讲到八卦的时候 诞生来世间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为各位讲解 七处天师 还有八八六十四卦的用意割绝 让各位了解到自己的本性 人来世间上的天命 人来世间上要干什么 人来世间上能做什么 做这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知性可同居 不知性就很难同居 所以人与人之间在一起 你要学习包容 你要去悟 我们的灵性 本质无极 无极是无量宽广的空间 你把所有地球上的 你讨厌的众生 把它放在心中 你为他祝福 你把很喜欢的亲朋好友们 你也为他们祝贺 你讨厌的人 不喜欢的人 你放在心中 你跟他礼敬 谢谢他 不要再考试了 那你怎么去礼敬他 你用练佛号 练佛 用叫归一 归什么一 你叫归于阿弥陀佛 拿弥就是归于阿弥陀佛 可是拿弥无量寿庙诸圣 拿弥姚雀心母大天尊 拿弥三十三天王 一房大地 拿弥本师释迦牟利佛 拿弥蒂藏王菩萨 拿弥观世音菩萨 你想着 观想着你讨厌的人 在你前面 你合掌 你练拿摩 你所拜的主神 那么你一直向他行礼 向他祝福 那你当下 你就已经穷心尽性了 所以我们王产老祖学庙真经 这个一切的真权 真义 真道 庙法 在这一次99天的法会 我会把王产老祖学庙真经 本经全部讲得清清楚楚以外 会把这个 气首天师 和用一锅诀 给各位做一个清楚的解说 以开示 无论我们人 在世间上已经还活的人 你还有八八六十四卦 若是我们已经往生了 现在在连坐上的 列祖列宗 朱祖灵文 你们也有在世间的八八六十四卦 其中一卦 的本境 所以当下99法会 我们带着明养两届的 十方善信大德大众们 以及 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一起共修 其中 七十二天师 有八卦 六十四卦 那洋人当下的我们的命卦 用已经排出来的命卦 是各位的本性 那么还有八卦 物极 都天与都地 就是我们的列祖列宗 已经回归灵魂世界 就是都天与都地的本性 所以我们列祖列宗的本性 虽然是空界 但是我们佛罗为一 佛罗合起来变成七十二卦 挂挂都有天机 挂挂都有本性 佛性 道性 法性 所以希望各位 先是同修 你们若是没有时间回来共修 不要勉强 你们可以晚上 微信天下事 你们可以来共修 打开电视机在家修 也是一样 家庭事业先顾好 所以穷心尽敬 我们要了解每个人的本性 你不了解孩子的本性 你只了解他是我的儿子 他是我的女儿 他是我的女婿 我的媳妇 我的孙子 哎呀 这是世间人 自己自私自立的想法而已 你并没有穷心尽性 来辅佐你的子女 他们也能够找到自己的本性 你要找到自己的本性 只有一条路 我们大家学艺经 我们现在推广了 大家学艺经 做人处事 可安心 大家学艺经 修行道上可见经 所以各位 维心贤士同修们 各位 死亡散主事 我鼓励大家一起来学艺经 尤其我们现在在国际 有国际学院 网络 云端教室 世界各国都可以 看得到 可以收得到 可以在国外学习的 国际网络 欢迎各位 你们亲友 告诉他们 一起共同学艺经 共创世界真和平 以为本愿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